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i my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esson for Smoking English today It is lesson 87 好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口语课 今天咱们就讲到第87课了 咱们今天还是要学习三个短语 外加一个学英语的方法 什么呢 就是发音小技巧 肢体动作可以引导语言节奏 那么这话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有些词 比如说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节奏比较短促的词 比如说许多这个词怎么说 是many 它不是many 是many 用咱们的话来说呢 好比说是什么呀 弹出来的 所以说呢 说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弹指的手势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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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好 咱们接着看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短语了 叫做什么呢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好 在火里边呢 有许多块铁 这话怎么说啊 你比如说一个铁匠在打铁的时候 是吧 他先放进炉子里边一块铁 然后拿锤子敲它 是吧 这是打造一把刀 比如说 但是炉子里边有许多块铁 那你就都得打一遍 是吧 有的是铁 这个铁是打刀的 有的是 总而言之吧 刀枪棍棒 浮跃勾叉 等等这些 打造好几样兵器的话 咣当咣当打 那么这时候你忙得过来 还忙不过来 肯定忙不过来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呀 意思叫做忙碌 非常忙的意思 好 那么看第一个例句怎么说呀 Some people prefer to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Some people prefer to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怎么讲呀 就是好多人喜欢呀 同时忙碌好几件事 说白了 叫做多县城工作 有这么个说法 是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句子 I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at work right now I have many irons in the fire at work right now 我现在有许多项工作 怎么着 在同时的进行着at work right now 好 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这些是什么 这些都是表示某个人非常忙的 这样的端语 说的非常形象 up to one's ears 什么意思 up to one's ears 这个就好比是我 这个工作太忙了 都把我给堆起来了 几乎是把人给淹没了 一直淹没到哪 淹没到耳朵了 up to one's ears 这样的 还有一个knee deep 伸及膝盖的 什么呀 好像是踩雪地一踩 伸到膝盖 这就说是你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困住了 这表示非常忙 还有一个 laughing stock 什么叫做laughing stock 这是表示什么呢 stock表示一种 就是像过去 你比如说这个 林冲被发配的时候 身上带着是什么呀 枷锁 武松 也是带着是枷锁 那么好 这个枷锁是什么 就叫做stock 大家都嘲笑他 life in stock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非常忙碌 一忙出错 这个阳相摆出 于是成为大家的笑柄 life in stock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个 叫做什么呀 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什么意思啊 如果if you stumble in front of a lot of people you can say you make an exhibition of yourself 如果说你当着很多人的面 像这样摔了一跤 you can say you have made an exhibition of yourself 你可以说你把自己作为一个展览 展示给大家了 什么意思啊 叫做出洋相当众出丑的意思 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这个端语比较直观好理解 这个是展览的意思 好 接下来咱们练习一下这个句子 she is afraid of 什么 making an exhibition of herself in public she is afraid of of的后边加动词 一定是加它的ing形式 she is afraid of making she is afraid of making 大家可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地方 你多找几个词 就是给它替换一下 比如说 she is afraid of talking in public she is afraid of showing herself in public 对吧 她害怕这个跟别人当众聊天 她害怕这个在公众面前 这个展现自己 等等这些 慢慢慢慢慢慢 大家就会形成这个 afraid of后面加ing的动词的这种形式 你会习惯它 这样的就把你的语法的习惯 就把你的语法的知识 培养成你的语法的习惯了 来练习一下 she is afraid of making an exhibition making an exhibition 连读起来 就是fraid of making an exhibition of herself in public 这样的 好 接下来 did you have to make an exhibition of yourself in front of my friend? did you have to make an exhibition of yourself in front of my friend? 这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几个出丑的端语 lose face 这个不用说了 丢脸嘛 这直接就是一个意义外来词 不是阴语了 好 right for fall right的骑马 对吧 骑马的目的干什么 为的是fall 你骑上马 只为了去摔一跤 这是出丑 put on the spot spot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剧场里边 到处黑漆漆的 一束追光灯 打到那个主角 这个叫spot 然后put on the spot 什么意思呢 就这人出丑了 大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聚在他的身上 这叫做put on the spot 好 那么这些都是表示丢脸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端语 是什么呢 right for fall 什么意思啊 对了 这就是right for fall 咱们讲过 叫做自讨苦吃 或者说是 这个自己把自己搞得出尽了阳相 那么好 咱们来看一个例句 I have a feeling 我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that you're riding for a fall that you're riding for a fall 就是你呀 这只不过是自讨苦吃 这是自己给自己 什么呀 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I have a feeling 这个不叫feeling feeling是错的 fee 这是链开的 I have a feeling that you're riding for a fall 好 He's riding for a fall with his failed investment lately He's riding for a fall 什么意思啊 他骑上马 为的就是摔一跤 with his failed investment lately 因为他的这个是 这个最近的 这一项投资 这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 Let's have a review of the idiom that we learned today of many irons in the fire 什么意思啊 同时做几项任务 对吧 然后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大家千万注意 说这个词的时候 exhibition 这是一个什么词 多音节词汇 多音节词汇 最怕的是什么 拖沓 不能说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不对 你想这句话 整个下来 这是一个什么 idium 对不对 idium是像什么 比如说 我们说一些中文的idium时候 我说你这个事啊 是自讨苦识 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对吧 这就好像我们说一些专有名词一样 比如说梅利坚合众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说这些词的时候 中间是不能断的 它是一串的 对不对 是一个整体 那么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也是一样的一个整体 由此可见 这个exhibition 你一定是不能把它拆开 exhibition exhibition 这么慢慢吞吞 拖拖拉拉拉的说 这是不对的啊 连起来 make an exhibition make an exhibition make an exhibition of oneself 然后write for fall 那么这是表示出丑 好各位 那么咱们说到这 今天讲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进入到我们的口语社群 然后和我们一起共同练习的话 那么入群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客服助教的微信 由他来去引导你入群 好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